你肯定想不到 一杯黄豆加四个核桃 用温水泡一小时 就可以做出三种不同的美食 关键还非常简单 看完你也会做 泡好的黄豆倒入绞肉机 用同样的杯子倒入六杯清水 放四个核桃仁 搅打两分钟 也可以用豆浆机打 豆浆机要选择果蔬件 记住黄豆和清水的比例是1比6 打好后倒入过滤袋 过滤掉豆渣 豆渣千万不要扔 把豆浆倒入锅中 边搅边煮 老婆说我天天拍视频 都没人点小红星 浪费很多时间 今天就麻烦您帮忙 点一个小红星给他看看 让我能跟他炫耀一次 非常的感谢 煮开后关火焖两分钟 上面这一层就是腐竹 一定要倒入一包豆腐王 加入一口凉白开 搅拌化开 趁热把豆浆倒入碗中 不要去搅动 铁去浮沫 静置15分钟 这样做得豆腐脑嫩嫩滑滑的 还有核桃的香味 浇一勺打卤汁真是太香了 打卤汁的做法我写在评论区了 吃不完的可以趁热做成豆腐 粘布用开水烫一下 就不会粘豆腐了 粘布和模具跟豆腐王有一整套的 在主页橱窗里面 剩下的豆腐脑全部放进去 两边对折包起来 盖上盖子 用一个重物多压一回 你要是吃过自己做的豆腐 就再也不会出去买了 里面加了核桃吃起来又滑又嫩 真是太香了 和买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一个流程下来可以喝豆浆 吃豆腐脑 还能吃豆腐 一举三得 干净卫生吃着放心 收藏起来你也试试吧